大家好 我们的花友啊 反映自己养的那个兰花呢 开的花呀 花朵颜色不鲜艳不香 而且呢 花量是比较少 那么我们一般在兰花开花呢 都要给它使用磷霜二青甲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但是呢 我们在使用磷霜二青甲的同时呢 可以在这个磷霜二青甲荣液里面呢 加上一样东西 那么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兰花呢 开花开得更艳更香 花量更多 那么是加什么呢 那就是给它在这个磷霜青甲荣液里面加上一点米醋 为什么要加米醋呢 首先米醋的话 它是弱酸性的 是比较适合兰花这种洗酸植物来使用的 再加上米醋的话呢 它可以提高植物叶片的光合作用力 让这个植物的话呢 它能够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积蓄的养分更多 那么养分多了 那么你的这个兰花的话呢 它才更容易开花 开的花量会比较多 花色花香都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这个米醋呢 我们先把这个磷霜青甲与清水按照一比八百的比例 把它稀释 然后呢 装进这个喷壶里面 再将这个米醋与清水按照一比二百五的比例 稀释之后呢 也装进去 那么装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种 荣液来喷洒你的兰花叶片了 选择在傍晚的时候呢 来进行喷洒 这样喷洒之后呢 你的植物呢 它积蓄的养分特别多 不仅是磷甲肥 还有光合作用的产物呢 也是特别多的 那么营养足了 那个兰花开花量自然就有保证了 再加上呢 它又可以给兰花补酸 那么啊 酸性足够 花朵自然就香 自然就咽了 所以呢 我们大家想要让兰花开花开得更好 花量更多 花味更香 就可以用这种办法 当然了 我们在使用这种办法之后呢 还可以给它用上一点这种兰科专用的油精养液 因为它是为兰花专门调配的 是比较符合兰花的生长的 我们呢 可以将它和这种容易的交替来使用 对兰花的生长更加的有利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分享这里 下期见